欢迎收看有熊老师陪你教数学 那我们这个节目呢 不只是要教你数学 还要陪你教数学 不管是家长 还是想要当家教的大学生 还是学校的老师 甚至是在班上想要教其他同学的国中生们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呢 除了教各种题型的解答之外 最重要的是我们会跟你说 要如何去想到这样子 还有我们要从一开始就培养一些自己 对数学的正确认识 还有一些对数字的敏感度 好让我们之后能够做到 能够把这个题目解开 而且可以在学生面前示范 这样子的思考过程 那在之前的课程里面呢 我们已经说明了这个最大公因数 最小公倍数 还有怎么样从标准分解式里面取得 这两个数字 那我再强调一次 上次提到的内容里面有说到 所谓最大公因数就是 你有而且我也有的 那所以我们在标准分解式里面 把这个部分找出来 然后呢 把最大公因数找出来之后呢 就会剩下 我有你没有 然后你会剩下 你有我没有的 那如果有三个的话 他也会有一个另外的值 那这三个呢 我都俗称渣渣 剩下的这三个渣渣呢 我们再去取这个最小公倍数 跟刚才那个最大公因数乘起来 他就会是最后三个数字的最小公倍数 所以来记住这句话 不用抄在本子上 但是如果你要教学生的话 你可以这么跟他说 我们这一堂课要教的是 快速的来抓取最小公倍数 那要抓最小公倍数呢 首先最重要的是要先抓最大公因数 那抓最大公因数的话呢 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自己对数字的敏感度 我们用这几个题目来做示范 144跟120 如果要抓他的最小公倍数 我就先来抓他的最大公因数 我们之前列数字表的时候呢 n的平方那一项 我只有列到这个 10的平方是100 其实11平方121 12平方144 13平方169 14平方196 15平方225 还有16平方256 这个也都蛮实用的 那我选择在这个作业里面 让你们去写到 自己碰到 常常练习 没有让你们现在就要背 因为这个之后 才有需要再去背它 为什么呢 一方面是在学完这个 惩罚公式之后 二元一次的 一元二次的 之类的 惩罚公式之后 我们再来看这些数字 我可以 这个给你们一些更多的关联 用惩罚公式来看待这个平方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现在在背 现在就开始背这个有点太辛苦了 而且用途还有限 所以我们就是多接触 多接触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144 它其实是12的平方 所以它有12 那这个也有12 所以我们可以把12抓出来看 那你就会发现这个剩10 这个还剩12 所以如果其实你刚才就有想到的话 我们就可以大胆一点 直接抓24 你会发现这个剩5 这个剩6 因为12乘12嘛 然后把一个2给过去变24 就会剩乘6 所以 这个写在这里 12乘12嘛 然后把它一个2给它嘛 所以是不是变成24 它就是少一个2 乘6 这个跟我们之前 做这个科学记号的概念 有一点像 对不对 前面乘两倍 后面乘两倍嘛 这样这个数字才会维持一样 那这样子5跟6负值了 所以它的最大公益数就是24 那我们做到这一点之后呢 最小公倍数呢 就是24乘5乘6 24乘5乘6 所以是多少呢 5 6 30 24乘3 我们之前有想过是72 720 那下面这个我们就更快来看 这个是96 36 这个是84 24 94 36 84 24 所以我们如果抓40 这个剩9 这个剩8 那你说我怎么会知道要抓40呢 问题是你把0遮掉 其实这个不是在99乘法标里面的数字嘛 所以敏锐度高一点嘛 那所以呢 这个他们的最小公倍数就是40乘以8乘以9 40乘以72 这有点难称 72乘以4 288 288 0 那也没有很难称 对啊 找个方式嘛 你如果用40乘以72感觉就很大 不过72乘以4 前面28后面8 不用轻微啊 来看这个 32 36 48 所以你认为要拉多少 那我们第一时间没抓中其实都没有关系 比如说我看到36跟48 我第一时间可能会想要抓12 因为这是12乘以4 这是12乘以3 然后你会发现 哦不是他没有12 没有12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3吗 好 那就是这个8 4 32 9 这个4乘以12 所以这个是4 那接着来看这个 那他的最小公倍数呢 我们用短除法来说明一下我刚才讲的东西 就是说今天这三个数 32 36 48 我如果去做短除法 然后我第一步就把他的最大公因数抽出来了 我们如果要取最小公倍数的话呢 并没有直接乘嘛 我们还要尽量再把公因数都抽出来 对不对 好 这个8 9 12 你现在的步骤等于是在对8 92做最小公倍数 对不对 那做完了之后呢 不管他最小公倍数会怎么做 做完了之后再乘起来 所以我刚才说的就是说 你要抓最小公倍数的时候 第一步你先把最大公因数抽出来 剩下的这个渣渣就会变得比较小 这个时候你再来对他取最小公倍数就好了 好 那八九十二最小公倍数 我故意不去写他 因为我们直接来思考一下 可能会是多少 这个有三 这个有二的三次 然后这个有二有四 所以三他有了 而且他有两个 他只有一个 四他有了 而且他有三个 他只有一个 所以最后其实呢 这个的最小公倍数 是两个三 然后一个八 就九跟八 乘起来 所以他其实是四乘以七十二 刚刚写的二八八 可以吗 我再很快的说明一次 这个是三乘以四 这个是三平方 这个是三平方 这个是二三方 这个四的地方 其实是二平方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 我们上一堂课介绍 用直音数分解 标准分解式来判断最小公倍数 你要去抓你每一种底数最大的 所以是三两个二三个 这样再跟四乘下 这个就是快速的抓取这个最小公倍数 跟最大公倍数 那接着我们来示范 在这个练习之前 我们还要再示范两个题目 这个跟我们上次交的有点关系 来看第一 小于一百的基数 小于一百的数字里面 有基数个因素的A 有多少个 第二题是二三三除以A 如果会余七的话 那A会是多少 然后 那顺便一起把这次提写了 我们之前上课的时候 提到这个二的十次方 是1024 然后我们说1024 它其实是这个 1M 它其实是1024KB 1024 不是1000 那个时候说是因为电脑是用 二进位在计算 所以我们今天闲聊的内容 就是大家来 带大家来练习一下这个二进位 其实呢 我在课堂上 或者在学校代课的时候 时间有多的话 我也带学生做这个 学生还蛮喜欢玩这种 他们没有看过的数学 对 那二进位的逻辑就是说 只要你加到2 就没有新符 就没有新符号了 也就是说你只有0跟1 然后2怎么办呢 就要进到前一格 变成10就是2 那我们就来示范 全部都是0的时候 当然就是0 这个值 我们用实境位来表示它的值 这样是0 有1的时候 前面0的地方我就不写了 花时间 这样是1 我们写两个就好了 把前面多写一个就好 那如果我要再多1呢 我要再多1 可是我每个位置呢 没有0跟1以外的数值 所以我在多1的时候呢 我会写成这样子 让它进到前面去 这样这个代表2 10这个地方就代表2 那如果我又要再多1呢 那如果我又要再多1呢 如果我又要再多1呢 那因为你这边是0嘛 你还可以再多1 所以就是1 1 所以这个是3 那当然前面都是0 那这1就是3 那这有点像那个波算盘 我们算盘不是有一颗那个5吗 你假如有学过足算 或者是至少玩过算盘 算盘就是它底下会有4个嘛 一般的算盘 有一些算盘比较特别 上面是1颗 有的算盘上面是2颗 一般的算盘上面是1颗 那就是1234 结果它到5的时候怎么样 它不是又继续拨 它是拨上面这个 把下面的归0 对不对 把下面的变成0 这个有1 这个没有 这样是5嘛 所以其实算盘是 10进位跟5进位的结合 就好像人的手也是啊 就是10进位跟5进位的结合 那它这个就是2进位的原理就是这样 到2的时候呢 就进1个 然后把后面归0掉 那所以到3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算盘 1个 2个 3个 4个 5个的时候把上面拨起来 下面提掉之后 6个又继续 从下面开始加 8 9个的时候 把他们全部解掉 然后再拨前面一颗嘛 这个是10 对不对 这是算盘嘛 所以同样的道理 我现在到3的时候都1 1了 再到4的时候呢 就解掉 解掉 放这一个 所以这一格 这一格 假如有出现1 就代表有加1 这一格没有就是0 有出现1 就代表这个数字有被加到2 所以这样就是2加1 就是3 这一格有出现数字 就代表有4 所以如果是再多1 101 就是4加1是5 110是6 111是7 这样子 那到8的时候就变成1 0 0 0 那来示范一下 这个 我们到前面如果是1 0 1 0 1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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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5 好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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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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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li 0 0 這個是128 所以剛講45加128 45加128 是173 所以這樣這個只是173 那這個就是二進位 就是 我們在十進位裡面呢這個 前一位是後一位 前一位是10 再下一位是10平方 再下一位是13方 再下一位是14方 所以在二進位裡面 這個是個位數 是1 這個是二 這是二兩次 二三次 二四次 二五次 所以這個就是 是經位內容 然後回來看我們這幾題 先來看剛才這兩題 這兩題 我說這個其實算是上一次課程的延伸 小於100而且有基數個因素的 那你們可以把這題抄在本子上 抄在上一次的這個 課程 寫的東西的下面 那因為我 筆比較粗 我寫滿了 所以我就不寫 那如果抄上去的話 那把這個地方畫起來 基數的 我們上一次的課程裡有講一句話就是 因素都是乘對出現的 可能是上上次 因素都是乘對出現的 比如說我們那個時候舉這個120 120 乘1 1乘前面好了 1乘120 2乘60 對不對 我說你 多了一個因素就會在這邊又會再多一個 因為他乘起來是同一個值 所以因素是乘對出現的 那為什麼會有基數個 就是因為你取到最後呢 比如說這個 36 1乘36 2乘10 2乘18 3乘12 4乘9 5沒有 6乘6 停了 所以你有幾個因素 123456789 所以為什麼會有基數個因素呢 把它畫波浪之後在下面寫它是 完全平方數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整數的平方 那因為100自己本身是10平方 所以小於100的完全平方數呢 小於等於 可以等於 小於等於100的完全平方數就是 123456789 10 這10個數字的平方 也就是什麼 149 16 25 36 49 648 81 100 他只問你有幾個 所以答案是 10 個 OK嗎 再看下面這一題 223 除A 余7 求A 那其實呢 怎麼樣 如果 稍微想一下 或者你們學校可能已經交到後面一點的章節的話 那 除A會余7 我們有一個 簡單的動作就是不要余7 把這個余7 拿掉 把7個拿走先啊 所以把223 減7 剩下216 這樣除A就余0了 有沒有道理 對不對 然後我們從這個第2章的一開始就說余0怎麼樣 余0怎麼樣 代表2164A的倍數代表A是216的因素這樣你知道怎麼求A了吧 就是去找216的因素好那我們來找一下 216 1乘216 2乘108 3乘 這個 72 4乘 你如果在寫的時候 你 不知道4乘應該是多少 你也不用真的去除 你會想說老師為什麼你可以寫那麼快 那當然有一點點心算 可是這個心算裡面有一點點技巧 為什麼 我剛才有 你看我們剛剛示範這個時候我提到 你前面乘2後面除2 所以的話道理 我2乘108寫出來之後 4乘多少 我一時之間沒看到的話我就把這個除2就好了 54 對不對 沒有5嘛 6乘多少 3乘的是72啊那6比他多2這個除26乘36嗎 對不對 沒有7 有8嗎 有8嗎 所以要判斷這件事情一樣的道理 如果我這裡寫的出8代表你這個4乘2代表54要除2 可以除啊除得近 如果54不是偶數了 那就代表他沒有8這個因素 既然現在54偶數代表你4可以乘2 然後54除了27 可以做 那9 9是3乘3 所以24除以3多少 剛才才講 更正 9是3乘3 所以72除3多少 24 剛才才講的 講得太快把答案講出來 9乘24 然後這個 12 這個數字有一點大 12 12他乘2他除了18 8 結束了 到這裡 對到這裡 好 所以有幾個 12345678 8乘2 16個嗎 先不要急著寫 不是 不是16個 為什麼 來 這一題 因為很短 所以也麻煩你插在本子上 233除 A與7 求A是多少 我講一遍就是要給你時間插 那超好了之後呢 先像我這樣子寫了這個扣7 所以你把7 兩邊都扣掉 代表他除A與0 代表 2164 A的倍數也代表 A是 216的音數 好 那這個 下面的 這個 你之後再補上去 我們在這裡再多寫一句話 這個其實我們上次之前的課堂裡有提到過 余數 B 小於 余數 B小於除數 他甚至不能等於除數啊 因為等於除數你就整除就好 就於0就好啦 所以除數一定大於余數 余數一定小於除數 所以今天他既然能夠余7 代表他一定是一個大於7的數字 所以請把前面6個砍掉 懂嗎 所以我們剛剛講16個嘛 那前面6個不能要 所以 這樣的A其實只有10個而已 就是這10個 這樣懂嗎 有的時候題目 他不用明白講 A要 這個大於7 他寫余7 這個兩個字 你就要知道 A要大於7 那這個就是要留意的地方 我們前面說 他題目如果說相反數 你就要想到何為0 想講倒數 你就要想到 G等於1 這樣子 那這種連結 怎麼讓自己能夠 緊密的連上去 需要一點練習 當然 你如果 老師都沒有講過 這個 那是老師漏講 那在這種情況下 你寫再多題目 可能 學習的效果 就不見得那麼好 學生會不愛寫 容易錯 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現在 既然老師已經明確的講過了 你就不可以聽聽就算了 結果下一次考出來 明明有余7 你卻不知道要 數字要大於7 明明寫相反數 你卻不知道何為0 那這樣就是 學生 沒有 跟上 老師其實該講的都講完了 也都提醒你什麼是重要的 我不是順口 我不是順口一提 負音 我不是順口一提 我都提醒你就是這個重要 那所以一般來說呢 如果學生他還是有可能 沒有學得很 內化很成功 結果考試考出來還是出來的上面 那麼我稍稍的提醒一下 他們就會知道是他自己的問題 所以 我在 我在上課的時候 這個 我不兇學生的 然後 我也不愛跟家長 抱怨學生 我覺得我不喜歡這樣子 因為這樣會讓學生覺得你是 他的敵人 所以我不做這種事情 那我 題目 我出作業出完 我都會跟學生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不知道你們學校給你功課有多少 所以如果你功課真的很多 你不一定要寫 可是練習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你功課很多的情況下 你可以 來不及寫 你可以不寫 然後你如果有不會 就空著 你不真的不會寫 就空著 不要去 就是硬拆 或者說你可以去寫寫看 但是你做記號 讓我知道這題其實你不會 不要去硬拆 猜一個答案 甚至去看 看解答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都不好 因為你這樣子不小心對了 我就不知道你不會啦 好 這個作業是一種溝通嘛 所以我都跟他們說 你如果真的不會就空著 可是你會多少你就寫多少 那 因為我要求不多 所以的確有的時候 尤其剛開始教的時候 學生寫作業的情況 不會太踴躍 不一定 有的學生比較積極 有的學生沒有 但是在錯了一兩次之後 他們發現這個東西其實他曾經學會過 因為我在課堂上會講給他聽 他會懂 結果考出來他不會寫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看這個我們教過 所以後來呢 我的大部分的情況下 他們後來都會比前面更 乖一點 更肯寫作業一點 那因為他們自己知道 只要他多寫這一點就會有好處 因為他明明就學懂了 所以這個也是好順便提一下 這是我對作業這件事情的看法 來解剛才這幾題 4872108 看到108想到他跟3672都是36的倍數 可是48不是 那我們選多少 12 12 16可以嗎 16不行 所以選12 12 12的話呢 試試看 說不定我們抓太小 這個剩4 這個剩6 12108 剩9 那沒有錯 12是他的最大功因數 那不過469 這樣子 我剛有講 所以他是等於是12之後再去乘上這個 46 9的最小功倍數 是他的最小功倍數 那這個469最小功倍數多少 這樣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就是 這個9436 因為他是三平方他是二平方他一個三一個二 所以取這個指數最大的 所以是12乘以36 所以是3672 432 再看這個 那 這個 90 135 180 如果你還是國一的學生 你對他們不熟是可以接受的 不用太擔心 但是如果你已經國三以上了 這個 尤其是大學生 你應該要很熟悉 這個都是45的倍數 因為他們是 那個很特殊的角度 這個是45乘以2 這45乘以3 這個是45乘以4 所以他們的最小功倍數是多少 多少 12 可以嗎 234最小功倍數12 這是我說你把最大功倍數抽掉之後 剩下的數字會小到你很好 抓他的最小功倍數 所以他是45乘以12 那45乘以2是90 96 54 下面 這個如果前面的課堂有 跟上的話我們會抽多少 25 所以345 345是負值的 所以345的最小功倍數就是 3乘4乘5 所以是 60 是25乘6 是25乘6多少 150 0 158 真大 好 120的所有因素 那這個 我們前面已經練習這麼多了 這一題就調過了 再來看上次的作業 上次的作業呢 簡單的就 讓你們練習就好了 答案會附在下面 來看這一題 A到G要填入正確的數字 這題有一點點特殊 我設計的有點特殊 首先你看到我在這裡寫了這個是3這個又是3 代表你這裡依取的這個數字 他沒有 對不對 你依取的是一個他沒有的數字 然後這裡 2 這裡 54 50 這裡2 這裡3 所以其實 B其實是 6 6 可以嗎 B是6 A是 這裡是54 所以A其實是 9 所以A是9 B是6 既然A是9 那這裡是4 這裡是8 取了2之後 這裡剩3 這裡剩2 這裡剩4 所以 1應該是多少 2 這樣就取完了 好所以要留意一點 第一點我們剛剛講的 這樣代表這個 E的這個東西 他沒有 接著再從這裡先去找6 再從這裡去找A 就可以解出來 下面 相義3個數 A大於B大於C 結果ABC 最大供應數12 最小供備數是120 那這個 如果我們這一堂課上完了 再回來看這個題目會簡單一點 那但是其實這堂課沒上還是你還是有機會答對的 就是我們剛才的這個想法 我畫一個 假設性的短處法在這邊 剩下三個渣渣 這個畫圈 不是0 是圈 那所以呢 這樣子 12 取完了之後 ABC是120 120除12 代表這三個渣渣的最小 公倍數是10 這三個渣渣的最小公倍數是10 然後因為他們是相義的三個數 所以沒有重複的三個數 所以因為10本身只有2乘5而已嘛 所以他只有這個 12 1 15 1和 5 21 三種 因為A大於B大於C 可以嗎 這個是這一題 這是這一題 所以其實這個這個數字 還要再乘回12 還要乘回12 所以這個數字以這個為例是120 24和12 這樣子 總共會有三組答案 那這是上次的作業 那我們這堂課就上到這裡 然後這個是 這次的作業 還是要練習一下英式分解 非常重要 那為了我們要把答案公布在這個底下的這個說明欄裡面 所以我會把答案留成2的幾次,3的幾次,5的幾次 我只會留這個次方 比如說假如說是0次一次一次兩次 我就會留0,1,1,2這樣子 走慢一點 不過其實你們可以怎麼樣 抄起來 按讚停抄起來 那個 我也有可能會附上檔案給你們下載 Maybe 144顆糖分給小朋友 他說如果有拿的人 他就會拿到不止5顆 那沒有拿就沒有拿到 有拿的人他就會拿到不止5顆 而且至少要三個人有拿到 那糖果全分完有其中分法 下面這題 好 那我們今天課上到這裡